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接续预方的一个说法 你说沙鲁地阿拉伯它强在哪里 为什么给希腊 大家想一想 欧洲经济崩溃第一个就是希腊 2008年 对 它下面现在也是岌岌可危 接的就是意大利 对不对 那这个沙鲁地这个做法就是说 我解决你欧洲解体崩溃 我先把希腊抓过来 这个美国就掌握不住了 因为俄乌战争告得欧洲要崩溃 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完了就是德国 刚刚讲的 你看台北到处都是Benz B&W 所以你看 我在欧洲开车子 赖委员也知道 马路很小 小型车 现在中国大陆掌握什么 电动车 电池比你好 续航力比你长 充电比你快 所以未来的趋势 德国真的叫岌岌可危 天然气不进来 我没办法制造 我就没有出产品 那法国很多年了 从戴高尔到现在就是不太喜欢被你美国支配 所以拜登忙了这么久 G7 G20搞了欧洲的联盟 现在叫做岌岌可危 你不要看这个沙吴地 这一招就戳到他的痛点 所以再看那边的趋势 伊朗有油 俄罗斯有油 中国有产品 中国有钱 这三个一结合 将来这个能源战争 美国是打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看台海 其实台海没动手 打得最热烈的是认知作战 全世界的宣传 第二个就是能源作战 第三个是金融作战 我们这三个战场 你看看美国沾得上封面 对不对 美国只剩下军力强大 我还是十二不僵的老大 那么往后眼看就人家跟上来 所以他这三个战场 是他现在打得最激烈的 这三个战场里面 他都现了不利的姿态 因为伊朗也是被制裁的 中国也被制裁 苏联也被制裁 但是他手上有石油 有粮食饿不死 有油可以卖钱 你能把它耗到哪里去 那其他的又要粮 又要油 你说这个战往下打 我觉得美国没有占到上风 所以这场战争意外的 把这三个国家 给连结在一起 这个捏在一块 就是海权国家 有可能被陆权国家所替代 陆权只缺一个板块 印度 如果这四个国家 弄在一起的话 海权就差不多了 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在南亚有一个国家 它破产了 这是斯里兰卡 那它为什么会破产呢 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不过美国人说 那是因为一带一路害的 中国人害的 因为不透明的贷款所害 中国应该协助 让他们的债务重整 那这个国家 李当很恨中国 如果这样的逻辑是对的话 可是好奇怪 他的新总统 一上任就打算到中国大陆去 要干嘛呢 要求帮助 所以这个我们到底要听谁的呢 到底为什么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去求救中国 他希望中国可以给他一些 贸易上的援助 投资还有理由 所以我们就想不通 如果一带一路 害了斯里兰卡 怎么又会跑去 害你的人 那里求助呢 无独有偶 最近印尼也跑去 希望中国给他一点援助 希望中国给他一点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印尼打算要迁都 大家知道印尼的首都 叫做雅加达 可是他现在计划 要把他的新的首都 移到婆罗州东加里曼单省 所以需要钱嘛 这个经费据说高达一兆台币 印尼希望自己指出 10%其他的由中国大陆来帮帮忙 我们来看看 昨天我们也讨论到印尼这个国家 他也蛮聪明的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他急需发展他的经济 急需发展他的贸易 他怎么在美中中间 美国跟中国中间取得平衡呢 他利用军事采购 他跟美国想要买飞机 那可是过去可以看到一段时间 美国就不太想卖他嘛 就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 后来他说 那干脆我买二制的好了 可是他打算要买二制的苏凯35 美国又说 好啦那不然我卖你 F-15EX 还有法国的飙风战机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2019年 他宣布说要向俄罗斯购入 苏凯35战斗机 到现在没有履约交付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美制的F-15E EX以及法制的飙风战机里头 都有做选择 再怎么说都比台湾好 他们有好多选择 那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印尼在采购这个军武 采购飞机上 他也在试图平衡 所谓的贸易上面 中美的一些差异 那我们来看看 他其实是有一些 应该是说 他有他自己的立场 不像台湾 好像美国爸爸说什么 我们都说yes OK 我们来看看2018年 那时候发生的地震 那美国人说 那时候是川普当政 说我提供我们的美军 过去帮你重建吧 帮你援助救灾吧 那个时候的印尼副总统 就一口说不要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担心说 你们美军进来之后 可能有一些后遗症 譬如说你不走 或者是说有一些 其他军事上面 要签约结盟什么的 还有很多他的考量 因为我们外人看 会觉得奇怪 有美军要进来帮你 你怎么不要 从印尼也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 在世界局势中 他怎么样 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们先请教赖老师 赖老师 斯蒂兰卡的问题 这是一本账 如果美国指控中国大陆 说是因为你的一带一路 造成了斯蒂兰卡的破产 把证据拿出来 也就是说 斯蒂兰卡本身的 没有外汇 外汇用完了 但是因为斯蒂兰卡 它严格上讲 我觉得疫情的影响很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它的政党不稳定 因为在过去 他们的政党的轮替 原本的政党 它是跟中国大陆有合作 所以当时的印尼的首都 那时候正在填土造海兴建 那当时的做法 就是由中国大陆 出全部的技术跟资金 但是新填出来的地 三分之一是印尼的 三分之一是中国的 另外三分之一是共有的 那彼此之间来去招商 那你想 印尼只出地 不出资金 不出技术 都是由中国大陆来负担 那这个对印尼来讲 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问题就在于 印尼后来他们的在野党 因为受美国影响 那个受美国影响的在野党 他就批评他们的执政党 结果他们的老百姓 听了在野党的话 就把执政党推翻了 所以选举的时候 在野党变成执政党 那整个工程 整个案子就割下来了 这一割下来 那整个首都就建设不了 建设不了 等到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他们还是需要建设 那还是需要建设 那就恢复了原来的合约 可是你中间的那些 违约的赔偿 你这个印尼政府就要赔了 那个斯里兰卡的政府 就要赔了 所以我才会说 美国的官员说谎话 他公然说谎 而且他公然抹黑 他是官员 对 这个开发署署长 对 他公然说谎 他公然抹黑 所以大陆就说 那你把一本账拿出来 当时你美国怎么去支持 那个在业党 所以我觉得整个 翻转过来了以后 现在斯里兰卡 他的最大的问题是 他出口太少 可是他需要量又大 那你根本没有外汇 你没有出口 你也没有观光客 你根本就赚不了外汇 那你没有外汇 你又要进口能源 进口粮食 那当然就会造成 你的外汇本身的短缺 那当然就会出现 他的政府的破产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 当然如果美国政府 那么喜欢斯里兰卡 伸出援手 你随便丢个一百亿 就解决问题了 可是美国政府怎么可能 他一毛钱都不会给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 斯里兰卡新的政府 上来了以后 他还是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因为他还是觉得 只有大陆能够帮他 而不是印度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知道帅将军 印尼你看他的军事采购 他是在做贸易的平衡吗 因为长年以来 美国对印尼的军售 都是限制很多 而且印尼想要的 就跟我们一样 我建军备战 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战力 美国不给他 就会想个办法 说我跟法国弄一弄 跟俄罗斯弄一弄 美国就是这样 不点不亮 这个时候就会答应 但是给的是不是一流的好货 你再要思考 我觉得买太多系统也不好 你后勤补及保养 那个就花钱 这个是买国家安全 就跟我们当年买拉法业是一样的 可是当年我买拉法业 产生超级多的避难 不过我一般的感受 我一般的感受 法国的军火箱是太灵活了 太灵活了 这个中间有很深很深的含义 需要我们另一拼时段